長期關心動保議題的楊懷民 2016年跟啤酒職資了4000萬 在宜蘭蓋狗園 成立關懷動物協會 至今已經救援超過1500隻以上的流浪毛孩 楊懷民親力親為 甚至還曾經為了救援 退掉戲劇咬援 一聲 幾聲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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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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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那 乖 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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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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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寶 米寶 乖 一走進狗園 就獲得了巨星般的待遇 毛孩們使勁地搖著尾巴 牽上熱蚊 討摸 討抱 這是他們最熱情的引兵方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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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虎 小虎 有 有 有 好啦 那那你不可以你幹 小虎 小虎 乖 小虎 小虎 乖 小虎 乖 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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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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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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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虎 唉呦 那那 你 你碰到我的牙齒了 小爸 叫了出每隻毛孩的名字 因為牠們可都是楊淮明 就遠回來的寶貝 愛狗的牠過去一直是流浪狗之公 後來認識了其他四位愛狗同好 大家決定要投入更多 於是一起集資四千萬 在宜蘭買地蓋狗園 成立關懷動物協會 佇立在翠綠稻田間的這棟白色房子 就是毛孩們的溫暖家園 有的籠子是兩隻或者三隻 但大部分是一隻 因為以這樣大 我們是以大 我們這邊大小不一定 有大有小 所以像這樣 牠們就是自己的房間 然後自己的水在這裡 冬天如果風吹會很冷的 寒流來的時候 整個海防部都會放下來 有的狗是 所有的狗都能適應 牠就可以從這裡到那裡到那裡 牠跟誰都好 那有的狗是 我就跟牠不合 牠們倆見面就要吵 就要鬧 所以兩個就要分兩塊地方 不關龍 讓近百隻毛孩 能在園區自由活動 但在牠們開心笑容的背後 其實都有一段傷心的故事 小時候 我們就來的時候 牠被人家打斷了 打斷了腿這樣還沒有醫治 所以牠從小 兩條腿就直不起來 那我們就叫牠蹲 牠只能蹲著 叫牠蹲蹲 你看蹲蹲的腳 就是蹲著 牠只能蹲著 對不對 蹲蹲的腳 就只能蹲著 對不對 對 可是蹲蹲很棒 蹲蹲是一個棒小孩對不對 牠被丟在收容所 然後鑽收容所 就放在那裡 放一個月 牠們覺得牠怎麼都不動 原來牠已經被撞到不能走 越來越嚴重 牠們帶出來送醫 牠那腳已經被燕養菌吃掉了 骨頭被吃掉了 尾巴也結掉 後肢也結掉 然後結紮 一天結了三個手術 好可憐 安置的大多是救援回來的傷病犬 被傷害過的牠們 最初對人類充滿戒心 能夠卸下防備 同時信任 除了愛心與耐心外 更得付出時間陪伴 被丟在三星的一個不毛之地 然後整片都是 都是卵石 什麼都沒有 然後牠走到四個角都走破了 你看走多少路 身上沾滿了鬼針草 全身都是 後來就變成阿草阿草 牠是從香肉店救出來的 就是說那時候有人吃香肉 然後牠們是這些被抓起來 被捆綁起來的 那牠那時候剛救回來的時候 每天晚上到十點多 牠會開始 開始 無言會哭 你就想說 是不是牠那時候 在香肉店的時候 大概那個時候牠的同伴 牠看到同伴被殺 所以牠會哭 那所以 舉名叫 九一 台語叫九一 楊懷民總說 從事救援 就像是走上條不歸路 因為當你看到問題後 就再也無法視而不見 尤其原居中 那些癱瘓老殘的毛孩 被領養的機會 尾乎其為 救了 就要有照顧牠一輩子的認知 我們原來約好的時候 我們只救人 不要超過五十隻 五十隻是一個 我們能夠承受的範圍 但是很快就到達五十隻了 然後別人求援 你看到這狗狗這麼淒慘 怎麼能不救 我們有很大的壓力 而且每個月都會被財物壓到 上千萬有吧 其實我算不清楚了 也不敢去算這筆帳 只是存著例子 剩下少的可憐的數字就是了 協會從2016年成立至今 一共救援了超過 一千五百隻流浪毛孩 他們從不主動募款 每個月數十萬的開銷 全靠自己撐 多年來的壓力可想而知 這些生命 你一旦認同了他們以後 你會覺得說他們是真正的弱勢 因為都是被人遺棄 他需要有一批人 花他們的心血 來救援這一批生命 本來還有兩部在大陸的戲 因為去一部戲要花我三個月時間 為了救狗我捨不得 我就都推掉了 有金句底子的楊懷明 當年是歌仔戲電視史上 第一位男小生 從不會講台語到可以唱戲 花了不少功夫苦練 前十集的時候 天天哀怒 天天接到信就說 你說的台語我們都聽不懂 然後你去演你的國語了 不知道到了十幾集的時候 忽然我們的公關組 每天就來問說 今天楊懷明有幾場戲 原來觀眾覺得不能接受的 現在覺得反過來了 他們覺得說 他台語有個腔調很可愛 再這樣吹風吹下去 你會生病的 我送你回去 我記得我歌仔戲那個時候 嘎有嘎琼瑤的幾度夕陽紅 那幾度夕陽紅那時候就變成我歌仔戲 錄到早上五點多 天蒙蒙還沒有亮 我就包一輛計程車趕到福隆 去拍幾度夕陽紅 沙屏霸的戲 那拍完再包車趕回來 歌仔戲 我在拍幾度夕陽紅的時候 我可以這樣子就說 有我的戲 有我的台詞 我撐著 講完那句話以後 該別人講 我就睡著了 先下手為強 笑下手作用 還是等到風向下手 想要 你笑話就已經沒有了 最巔峰時 手上同時嘎三檔戲 能演能唱還能主持 後來更嘗試幕後工作 當製作人 在演藝圈活躍了大半輩子 直到接觸凍保後 毅然轉換重心 並非是厭倦的演員身分 而是衡量後 不得不作數的取捨 演戲對我來講還是我的興趣 但是就只要讓我能夠 照顧到我的狗 我覺得現在照顧我的狗 已經變成我的責任了 我的責任跟我的興趣 能夠兼顧 這是最理想的 我希望能夠有人找我演一個 讓我的狗狗一起上鏡頭的戲 雪飛啊 你快選不上飛了 你這麼胖 這我娶的一個叫黃飛 一個叫雪飛 那人認養 一直沒有認養 結果把他養得這麼胖 怎麼辦 你怎麼辦雪飛 你覺得你還可以找到婆家嗎 今年69歲的他至今仍舊單身 雖然沒有結婚生子 倒也不覺得遺憾 在協會園區住了六年 凡是情理輕微 因為收編了其中三隻毛孩 為了他們就醫方便 近期才搬回台北定居 其中高齡又失明的財犬甜甜 每天早中晚都得點眼藥 儘管時間全被這些毛茸茸的孩子綁住 但卻是種甜蜜的負擔 救援的路沒有終點 楊懷銘從自身做起 也盼能發揮公眾人物的影響力 讓毛孩們都能有所養 不再流浪 也不求說我要做得多麼的這個 福源廣大 但是就是把這些生命照顧好 這就沒有遺憾了